小小黑猩猩小旁 和拍檔的牛头犬詹姆斯 到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 出门刺激和意外的梦幻成长故事 天才黑猩猩小旁和詹姆斯的 小帮手大挑战 上次小旁和詹姆斯 为了减水力来到退潮的沙滩 一向怕水的小旁 碰到了沙滩入口的水塘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过坐了雨鞋以后 终于克服了怕水的难关 而且还捡到很多蛤蜊 把网子都给它装满了呢 接着只要顺着原路走回家里就可以了 带着满满的蛤蜊 两人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归途 可是 结果竟然发生了叫人意想不到的大意外 所以这次的内容就是 啊 啊 蛤蜊片 两个小家伙拿着满满的蛤蜊 一心只想要快点回到家 看到他们成功地捡到蛤蜊 公子先生立刻心不敢回家 等候他们的归来 啊 啊 捡完蛤蜊的两个小家伙 只要顺着原路走回家就行了 两人拿着一袋的蛤蜊 正准备离开海滩 就在这时候 被阿姨叫住的小庞 对了 原来这双雨鞋 就是这样子租来的 可是 小庞还是不了解租的意思 小庞无认为这双雨鞋 是他用四百元买来的 但还是慢吞吞的把雨鞋脱掉了 小庞好像有点不太甘愿 把网子甩到了背后 就这样离开了点蛤蜊的海滩 虽然没有了雨鞋 不过网子里还是有很多蛤蜊 只要走过这座蓝走的潮 家就在不远的地方了 结果 小庞 你又在桥上休息啊 上次在桥上吃过一次亏了 你还没有收个教训吗 啊 竟然把哲力放在库栏上 等一下又会掉下去了啦 真希望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真希望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真姆斯好像发现了什么 原来是一颗球 不知道是从哪里漂流过来的 贾姆斯就这样一直盯着球看 看到忘了时间 为了继续看那颗球 两个小家伙来到另一边的后来 嘿嘿 小庞小庞 你忘了拿蛤蜊了啦 真是的 叫人好替他着急哦 没想到 就在脚踏车经过的瞬间 蛤蜊竟然不见了 小庞 你的蛤蜊 蛤蜊就勾在脚踏车上面 远走越远啦 小庞和詹姆斯 急忙想要追上那部脚踏车 虽然小庞他们很努力地跑 可是和脚踏车的距离 却是越来越远 当小庞他们从转脚弯过来的时候 脚踏车已经不见了 吃了那么多苦才捡到的蛤蜊 却已经不见了 然后 小庞他们又开始前进 却是和回家相反的方向 到底他们要去哪里呢 小庞他们要去的目的的是 啊 捡蛤蜊的海滩 看来小庞好像是想再捡一次蛤蜊 可是 海水已经涨潮了 刚才他们看到的那片沙滩 已经被潮水走透盖 放眼望去只有汪洋一片 如果不在天黑之前回到家 会让公子先生担心的哦 小庞和詹姆斯就这样再度踏上了回家之路 可是 小庞仔细端详着这台脚踏车 小庞好像决定 要寻找内部把他们的蛤蜊给带走的脚踏车 没错 小庞他还没有放弃 而且非常卖力的自处寻找着他的蛤蜊 就算天色已经渐渐变暗了 他还是希望任务能够成功 小庞说什么也不放弃 不停地寻找他的蛤蜊 小庞的脸上渐渐出现了疲倦 就在这时候 小庞发现和刚才那部一模一样的脚踏车 而且在后座的青葱上面还挂着他的蛤蜊 终于成功找回蛤蜊了 太好了小庞 接下来就是直接冲向公子先生正在等候的温暖的家吧 不久 啊 哇 返回了 快快快 哇 一杯回來了 すごいね 哇 遅いから心配してた すごかったね 立刻把小龐捡回来的蛤蜊 做成美味的料理 小龐 好吃吗 你们两个真的很努力哦 好可惜哦 教具没对准 不管怎么样 总算是拍好了照片 到门口去接詹姆斯吧 本来要立刻朝着笑意站出发 没想到 看到了一群正在拍团体照的中学生 看到小龐 他们这群中学生不断地欢呼 而小龐则是 看到拍团体照用的大相机 小龐显得非常好奇 哎 小龐 不行啦 我可以去妨碍人家 他居然按下了柜门 而且 这次换小龐拿出了相机 帮中学生们拍照 然后 没想到 还跟学生们一起拍了一张团体照 真的好棒哦 接着两个小家伙来到了明治平 小龐这次打算在缆车上面拍照 过去小龐和智村园长一起搭过缆车 只有他们两个单独行动 真的没问题吗 首先来到缆车入口付车前 收好钱之后就可以进到缆车站了 小龐现在变得好厉害哦 两个小家伙顺利地坐进缆车站 终于要出发咯 终于要出发咯 哎呀 我就知道 不要在车上里面玩啦 这样子很危险的耶 接着 哎呀 我就知道 用脚来拍照啊 我看连摄影高手也会吓一大跳吧 来一大跳 两个小家伙顺利抵达聊望台 这个聊望台可以眺望到南体山和一旅波山丘 是个视野相当棒的地点 也是拍纪念照最佳的地点咯 小龐发现了一架望远镜 小龐发现了一架望远镜 没错 这个望远镜要投币之后才看得到哦 居然能想到要先投钱 小龐真的好聪明哦 可是 因为方向相反 所以大概只会看得到天空吧 结果 小龐把詹姆斯带到望远镜下面 打算用它来当踏跌 这样一来就能看到风景了 真有一套耶 小龐好像打算把望远镜里面的影像直接拍下来 没想到它这么有创意 可是这样子真的拍得到吗 还是拍到了啦 不过还是只拍到天空 接着两个小家伙来到了华原瀑布 水流从中山四湖往下奔滩 高度达九十七公尺 面对着美丽雄伟的瀑布 小龐不禁看得入迷 马上决定要拍照留念 这一次它决定以瀑布为背景 帮詹姆斯拍一张 对对对就是这样 帮詹姆斯和瀑布都有拍到 小龐的技术越来越棒咯 可是 它突然露出了不满的表情 照片都拍得很好啊 为什么要不高兴呢 仔细想起来 小龐的照片 只有和中学生一起拍的合照 那么唯一的一张 所以他也希望能站在这个 他非常喜欢的瀑布前面 帮自己好好拍一张照 结果 小龐竟然把镜头对着自己 准备要拍照了耶 不过这可是需要很高超的技术哦 到底能不能拍到呢 啊 好可惜哦 没有拍到瀑布 不过小龐还是不死心 就在这时候 要粘母子帮你拍 这太难了吧 接着小龐把放在一旁的椅子 搬了过来 然后 把相机摆到椅子上 他到底想要干嘛啊 好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詹姆斯真的会按快门吗 好 相机倒下来了 看来詹姆斯还是办不到啦 好 小龐的脸上充满了期待的神情 而詹姆斯为了不让小龐失望 也很努力的想要按到快门 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 就是按不到 难道詹姆斯真的做不到吗 没想到 两人的努力 居然真的创造了奇迹 或许只是晃巧 不过詹姆斯的爪子 真的压到了快门 顺利帮小龐拍了一张照片 而拍到的照片里面 不但有小龐 还有华人瀑布 虽然小龐的眼睛是闭着的 不过表情很可爱 之后两人继续到日光 其他观光景点 举拍了很多照片 就这样 成功地制造出充满回忆的纪念项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